俄军匕首高潮声速导弹首次实战 台独四机鼓噪开战信号 朝作解放军航母同时出海 东风时期进驻所谓对台一线 国防部回应 狂妄的鼓吹战争 只会将台湾推向灾难的深渊 美军与日本及菲律宾密集进行夺岛演练 不断剑指台海 军机却接二连三坠毁 日反华势力叫嚣部署中岛攻击中国 究竟是谁给的勇气 俄乌谈判取得进展 北约却正从幕后走到前台 秘密策划军事行动 扬言出兵乌克兰 意图同时对抗中俄 美国恢复两线崩盘 军事制高点用数据带您解读 登陆军事制高点用数据透视真相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军事制高点 我是沙晨 今天演播室给大家请来两位嘉宾 一位是国际问题专家张斌老师 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魏东旭老师 欢迎两位 本周我们看到在俄欧谈判 有重要进展之际 美国和北约却释放出要武力介入的信号 而在台海 台当局继续借乌克兰局势蹭热度 密集的渲染所谓的开展信号 炒作解放军的两艘航母同时出海 另外所谓的反斩首预警情报 增加了三倍之多 还扬言要在台岛复制所谓不对称作战 对此国防部的发言人回应称 台当局不断地借乌克兰局势 蹭热点刷存在 妄图以外谋毒 以武谋毒的行径 只会将台湾带向灾难的深渊 台美3月28号援引美媒报道称 与前在俄乌冲突中 俄军首次使用匕首高超声速导弹 摧毁乌军燃料库和地下弹药库 并渲染解放军东风时期导弹 日前进驻所谓对台一线备战台海 战时能以高速突防 成为台军面临的所谓最大威胁 随后在3月30号 台军突然在台岛南部嘉义市区 部署爱国者防空系统 引发民众恐慌 以为有导弹来袭 台美还炒作称 央视军事报道日前发布的 解放军海军陆战队训练画面中 出现了野牛级气垫登陆艇的身影 并称野牛级是世界上 最大的气垫登陆艇 能快速向台岛投送主战坦克 对台军构成所谓重大威胁 台美还渲染解放军 航母辽宁舰及山东舰 已于日前全部离港 为增强预警及情报体系 台军正测试探测距离 400公里的地波超视距雷达 妄图阻止解放军起席 台安全部门负责人 3月28号扬言 台军正在精进战备 防止解放军全面展开作战行动 台防务部门前负责人还声称 两岸首战及中战 解放军很可能一两天之内 就结束战斗 台所谓陆委会负责人还叫嚣 两岸应该所谓的互相承认主权 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 正告民进党当局 不要误判形势 打错算盘 他强调 如果台独分裂势力 胆敢挑衅逼迫 甚至突破红线 我们将采取断然措施 东旭怎么看 两个动向 一个是你看台当局 把他的所谓爱国者导弹系统 拉到了嘉义市区 另外一个呢 炒作我们的解放军东风时期 说部署在东南对台的一线 怎么看这两件事情 台军自己也是心力虚实力弱 所以他就要千方百计地 拉上台湾的老百姓去作为肉盾 那么以前我们就会看到 这样的一些场景 在演习的过程当中 台湾陆军把他的主战坦克 开到了铁路桥的下面进行隐藏 上面就是正常行驶的民用列车 那么现在呢 他又想把爱国者系统放到这种 市区进行这样的一个掩护 或者说进行这样的一个伪装 我认为他这个阴谋轨迹 是难以得逞的 因为现在我们的这种精准打击火力 不仅仅是一瓶手术刀 而且是更为有效的 这种微创手术刀 我们可以把这些毒瘤和台湾的 这个老百姓之间给它切割开 那么打得准也打得很 另外张卉老师怎么看 最近这段时间岛内的不断炒作 所谓解放军的这种 要开战的这种信号 而且我看台防务部门的前负责人 还说到了 说首战及中战 说一旦开战的话 一两天会结束战斗 你怎么看 我觉得台湾的相关部门 包括大安全部门 防务部门 这些表态 有一层含义 就是渲染大陆对台湾的威胁 其实这些台独分子 心里是非常担心的 你看前两天 大概三月底的时候 台湾进行了一个研讨会 采取武力发展攻台研讨会 其中一位在台湾比较知名的军事专家 他就说 他说大概研判在2025到2035这十年间 那么大陆将具备全面攻台的 这样一个能力 就是完全压制性的一个能力 我们的旅大概是四小时 就能完成出库和装备 那么随即就能展开 对台独势力的这种军事的打击 对于大陆的军事实力 和大陆实现国家统一的 这样一种意志决心 那么民进党当局也好 还是台独势力也好 心里是非常清楚的 而且因此也会寝食难安 我们刚才提到 这个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 不断地渲染解放军 东风时期导弹的这种威胁 还拉出了爱国者导弹系统 出来给自己壮胆 那么台军究竟目前的 反导能力的现状 是怎么样的呢 那关于这个问题 接下来还是把时间交给小叶 请他给我们带来这方面 详细介绍 好的 日前 岛内台独势力 不断鼓噪 所谓开战信号 一侧解放军 东风时期导弹的威胁 同时高调部署美制爱国者导弹 企图为自己壮胆 爱国者导弹 能否成为台独的保护伞呢 我们来看 首先 被弹不足 据岛内媒体披露 台军目前仅拥有444枚 爱国者三防空导弹 其数量甚至不足以填满 台军拥有的导弹发射箱 这意味着 在新购买的导弹到货之前 台军的爱国者防空系统 大多是有枪无弹 没有备弹可以用于二次防御 考虑到为了提高拦截概率 绝大多数防空导弹 拦截单个目标时 都会两发齐射 那么台军爱国者 实际可应对的目标 还要打个对折 我们再来看 缺乏纵深 根据制造商 美国洛马公司的数据 爱国者三防空导弹系统 在对抗弹道导弹目标时 有效射程仅20公里 而目前台军仅有 9套爱国者系统 分别部署在新北 台北 台中 嘉义 屏东 高雄和台南 对于南北向长达约400公里 东西宽约145公里的 台湾岛来说 这几处阵地防御纵深 几乎可以忽略 最后 生存堪忧 由于美军在研制 爱国者导弹系统时 并没有考虑到 台军所需的机动作战能力 这使得爱国者导弹 成为了当今收放部署 最缓慢的防空导弹之一 一个爱国者导弹防空连 作战时除了展开 八部发射器 还要展开雷达 作战指挥车 天线和发电车 战斗的准备时间 高达30分钟 相比之下 俄制S300系列 所有发射系统和雷达系统 都安装在越野卡车的底盘上 战斗准备时间仅为5分钟 即便如此 在俄乌冲突中 乌军都有多辆S300发射车 未来的即展开就被摧毁 台军的爱国者 战时的命运可想而知了 沙晨 好的 谢谢小叶 我们看到岛内对于解放军的 这个登陆演练是很敏感的 也很上心 而且还点明了解放军的 这个野牛气垫登陆艇 说是世界上最大的 这一类型的登陆艇 另外呢 这个台军还测试了一个叫 地波超视距雷达 就为了应对这种登陆的作战 东旭怎么看 他们的这种 所谓的地波超视距雷达 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在反登陆作战方面 台军一向是喜欢玩新花样 那么这一次呢 是打算利用地波超视距雷达 加上它的雄风三型的 这个反舰导弹 构成这样的一个作战组合 进行远距离的目标探测 然后利用所谓的反舰导弹 进行海上的这种火力拦截 但是呢 野牛它从来都不会单打独斗 那么如果说 使用这种远程的精确制导武器 包括一些反辐射导弹 是完全可以把这种 地波超视距雷达给它打掉的 那么也就是说呢 让它的这种反登陆的作战体系 出现眼瞎的状态 那么对于台军所使用的 反舰导弹发射车 包括其他的这种导弹的发射平台 我们也可以做到 极早的侦查 极早的定位 然后呢 快速地对它进行摧毁 所以不仅可以让它眼瞎 同时也可以让它手断 那么在这种强大的海空 立体化的这样的一个 远程火力打击之下 野牛气垫登陆艇 就可以把大量的这种 登陆的作战人员 主战坦克 甚至包括这种作战的物资 源源不断地送上滩头 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3月28号 国防部新闻发言员 吴谦表示 民进党当局近期借乌克兰局势 蹭热点刷存在 刻意渲染所谓大陆威胁 他强调 这种妄途 以外谋毒 以武谋毒的行径 是在害台湾 只会将台湾推向灾难的深渊 台美3月28号还炒作 台当局得到的所谓 反斩首预警情报 骤增了三倍之多 为此 台军在淡水河口 重兵部防 启动台北港 故封回港程序 并在美方间以下 延长军人服役期 将总兵力大幅增加25% 台防务部门智库叫嚣 欧洲局势表明 台军应密集部署各类导弹 在台岛复制所谓不对称作战 并通过美国提供的 野战资讯通信系统 与美军在战时联合指挥 与美军还与日本 展开了联合夺岛训练 与美还发门叫嚣 日本自卫队 或将部署射程 2000至4000公里的 中程弹道导弹 在台海冲突发生时 攻击中国空军基地 美军还出动9万吨级的 米格尔基斯道远征支援基地舰 林肯号航空母舰 和4艘伯克级驱逐舰 于3月28号与菲律宾 举行肩并肩2022演习 演练空袭 两栖登陆及城市作战 并在南海试设标准3 反导拦截弹 美联社直言不讳地声称 这是一场面向台海的战争演习 但就在3月31号 美军一架E2D预警机突然坠毁 造成一死二伤 在短短的一个月内 美军已经损失7架军机 张宾老师怎么看 我们刚才这个篇子里面提到的 就是台当局不断地蹭国际热点 又重提这个所谓 要在台岛复制不对称战法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战法 能起到什么样的效果 这次俄乌的局势的变化 让民党当局呢 可以说通过实战 看到了当下 它对抗大陆的一些其他的方式 比如说所谓不对称的战法 或者叫不对称战力 就是这种以小博大 为什么美国对台湾的这种 下指导旗的时候 像台湾要买这个美国的 高性能的反潜的直升机的时候 美国说你别花钱买这个 你多打造不对称战力 对吧 你有这个钱还不如买标枪 还不如买这个毒刺 对付解放军的战机和坦克等等 再有一个层面呢 你比如前不久 美国这笔对台军售 69.9亿新台币 也占资讯通信系统 美国如果不出兵 通过这套系统 美国还可以直接 在军事的战术层面 给台湾具体的一些指引 你说白了吧 就是真到了战事 很可能美军指挥台军 这其实是它背后的 深层次的一个考虑 美军指挥台军的话 那美军不是同样卷入冲突了吗 是啊 但是它相对比较隐蔽 在很多地区 它都采取这种方式的 再有一个想来 那大陆恐怕 它的这种趋势制能力 又不一定能够帮到 这种情况采用情报共享 和美国帮助这种指挥的 这样的一种方式 就怎么着也要找一个帮的落点 另外东旭怎么看 就是美飞正在进行的这个演习 这个当中我们看到了 航空母舰 我们看到了这个 9万吨级的远征基地舰 还看到了标准3 另外美国跟日本 在演练这个夺岛 就这一系列的演练 包括这种演练的科目 你是怎么来评估的 9万吨级别的远征基地舰 在南海现身 这说明美国正在瞄准 南海这样的一个地理环境 去演练 针对强大对手的 大规模的两栖登陆作战 因为这种远征基地舰 我们看 那么它在海上 基本上是没有自我保护能力的 上面没有这种防空导弹 包括一些其他的舰炮系统 所以这次我们看 在周边的区域 就是有它的林肯号的 核动力航母战斗群 那么还演练了 这个航母战斗群当中的 阿利伯克级驱逐舰 使用标准二 标准三的 这种防空 以及反导的作战能力 说白了呢 就是利用航母的作战体系 去保障 或者是保护 它的远征基地舰 针对岛屿 甚至不排除是南海的岛屿 进行这样的一个强攻 但是呢 它是一种欺软趴硬的做法 可能面对弱小的对手 能够防得住 但是面对强大对手 拥有很强的 海空立体化作战能力的 我们可能都自身难保 那么更谈不上去保护 它的远征基地舰 就是东旭怎么看 日本媒体上扬言说 要在日本部署这个中岛 然后来攻击我们的一些 中国大陆的一些目标 还说要利用中国的 反导系统的一些弱点 用它的中岛来打我们 那么通过日本媒体的报道 我们大概可以分析出 它是一种采用助推模式 而且是配备这种 滑翔战斗部的 这样的一个导弹系统 估计呢射程会达到几百公里 或者是超过一千公里 具备了一定的区域攻击能力 那么如果它指向了 钓鱼岛方向 或者是指向了台海方向 那么这就说明 日本自卫队正在谋划 针对周边的地区热点问题 企图进行这种武力的介入 或者是军事的干预 刚才这个短片当中 我们看到了 日本的部分反华势力 而且是激进的反华势力 叫嚣要在日本部署 中程弹道导弹 而且要用这样的中岛 去攻击解放军的一些目标 那接下来呢 还是把时间交给小叶 请他给我们带来 关于日本导弹实力的介绍 好的 随着美国的不断松绑 日本正在不断谋求 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 日本国内甚至出现了 用中岛攻击中国基地的 狂妄言论 日媒称 由于这种导弹 可以凭借高速 规避反导系统的拦截 日本防卫省似乎认为 这种武器具有无敌的功效 到底有没有这样的功效呢 我们来看 首先条件不足 早在上世纪80年代 日本就打着运载火箭的旗号 开始发展弹道导弹技术 还计划在2024年前 发射三颗准天顶导航卫星 结合日本先进的激光陀螺技术 打造复合制导系统 在这样的铺垫之下 日本防卫省于2018年 投入100亿日元 研发所谓 所谓岛屿防御用高速滑翔弹 但从整体上来看 日本导弹技术仍是缺客的状态 所谓岛屿防御用高速滑翔弹 速度仅为2到3马赫左右 而中远程弹道导弹的速度 通常达到了6到10马赫 刚刚投入实战的俄罗斯匕首导弹 更是达到了10马赫 弹头的受热程度有天壤之别 日本尽管通过研制艾普斯隆运载火箭 掌握了固体火箭推进技术 但没有条件对弹头载入 进行测试和研究 即使能把弹头发射上天 也无法确保其在击中目标前 不会解体 我们再来看 数量不足 目前常规中程弹道导弹的战斗部 大多仅为500千克左右 要想摧毁空军基地 需要庞大的导弹数量 在日前的俄乌冲突中 外媒发布的卫星图片显示 乌军对俄军机场的弹道导弹袭击 仅摧毁了一架露天停放的战斗机 而俄军对乌克兰日脱米尔机场 发射的7枚伊斯坎德尔M弹道导弹 只有3枚命中停机瓶 主跑道并未受损 仍能攻战斗机起降 2017年 美国发射59枚战斧导弹 袭击叙利亚西沙尔空军基地 也未能将其完全瘫痪 日本国防工业 在2012到2021年的10年间 仅仅生产了约96枚120反舰导弹 如果量产价格更高昂 技术更加复杂的弹道导弹 这一速度只会更慢 更致命的问题是 尽管日本有可能生产出中程导弹 但日本反华势力扬言 进行先发制人打击的对象 同样具有强大的远程打击能力 轻言先发制人 或将成为日本的不可承受之重 沙尘 好的 谢谢小叶 我们一方面看到美军 在南海地区的这种耀武扬威 另外一方面我们又看到 美军这一个月掉了五架飞机 包括一二地在内 接二连三的摔飞机 这说明了什么呢 现在美军还是要扮演 全球警察的角色 到处的瞎遮的 那么部队是处于这种 高强度训练的一个状态 那么有一些武器装备是新的 但是技术很复杂不靠谱 可能就会出现故障 还有一些武器装备 像F-22猛禽 服役了很长时间 可能就是出现了机体老化 或者是相关领部件 疲劳的一个情况 那么频繁地训练 频繁地炫耀武力 可能让自己受到了内伤 据新华社3月30号报道 俄乌两国29号在土耳其 举行新一轮面对面谈判 俄方承诺大幅减少 在乌首都基辅和切尔尼哥夫 方向的军事行动 乌方提出在国际安全保障下 确立中立地位 有望缓解俄乌冲突 但在会谈前 美军宣布向德国部署 6架EA-18G电子战机 美国与北约还计划 对乌提供NSM反舰导弹 这将是西方对乌提供的 威力最大武器系统 俄新社日前还报道 英国正计划派军舰进入黑海 同时北约成员国波兰 正式要求派出违和部队 进入乌克兰西部 在利沃夫建立禁飞区 波兰前陆军司令甚至声称 波兰应当趁机占领 俄罗斯飞地加利宁格勒州 瑞典媒体3月31号还炒作称 两架携带核武器的 俄军苏二四空炸机 日前突然进入瑞典领空 法军两艘凯旋战略核潜艇 随后以所谓 俄罗斯核威胁为借口离港 进行战略巡航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还表示 如果俄军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北约或将发起军事行动 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 佩斯科夫反驳道 这些言论试图转移人们 对美国生物武器计划的注意力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 扎哈罗娃近日表示 北约布鲁塞尔峰会 体现了北约成员国 对美国的绝对忠诚 表明北约将继续对俄罗斯 进行全面遏制 并希望俄乌冲突一直持续下去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在4月1号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乌克兰危机已经持续一个多月 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 都希望劝和促谈 期盼尽快实现停火指战 北约理应对自身在欧洲安全问题 以及在乌克兰危机中 扮演的决策进行反思 应该说我们看到了俄乌这个局势 尤其是俄乌的谈判 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的 但在这个当口我们看到 美国跟北约又出来说 要武力介入 还要向乌克兰提供反舰导弹 这意味着什么呢 对局势的影响是什么 我们都知道现在乌克兰 已经失去了 它所有的海上作战力量 你给它反舰导弹 它没地儿装啊 因为它的这个海上力量 根本就没有办法进行作战 甚至包括沿海的一个区域 已经不是在乌方军队的 这样一个控制下 即使这个反舰导弹 能运到乌克兰的境内 它也没有发挥的这样一个空间 所以现在我们看 北约虽然说针对乌克兰 提供了一些武器装备 但是只是能够起到 一定的战术价值 并不太可能从根本上 改变双方的这样一个力量对比 另外张明老师 我们看到北约声称说 如果俄罗斯攻击北约的领土 包括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等 它就要介入 就是北约放出这样的 所谓的参战信号 这个意图是什么呢 俄罗斯会去攻击北约领土吗 俄乌的这样的一个局势 演化到今天 我们都看得很清楚 它绝不是俄乌两国的事情 以北约来讲 北约所有国家都参与到制裁当中 都是要把俄罗斯逼到墙角去 美国的这个 现在在这个欧军上 不断地希望加剧中局势紧张 不断地挑事 目的什么 拖延嘛 拖延之后一个 可能会给北约介入 直接军事介入 制造借口 另外一个 有这个美国政治人物就说了 说俄乌局势虽然大家都关注 但是有一些美国人 正在开香槟庆贺 为什么 赚钱了 滚滚地裁员 石油 资金 包括军事装备的出售等等 以目前 尤其是当下局势 我们看到已经在逐步放缓 双方谈判的这样的一个 不断深入的大背景下 欧洲局势乱 对法国 对德国等等 没有任何好处 对谁有好处呢 只有离得远的 碰不到的 像美国 像在英伦三岛的英国等等 北约的这个态度 包括一些成员国 尤其是波兰 除了说派维和部队进入乌克兰 甚至还放话 说要去占领俄罗斯的 加里宁格勒州 它是不是也向俄罗斯方面 传递这样一个信号 就是你要是接着打 就是我还有更多的账要跟你算 你像波兰等等 既有历史的 跟俄罗斯的各种纠结 也有现实地缘政治的一些考虑 所以这些国家 其实有的时候放出狠话 往往是为未来的这样一个和谈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局势的放缓 来制造一些舆论 所以真的 加里宁格勒 虽然是俄罗斯的一块飞地 但是这个地区它的重要性 俄罗斯是知道的 为什么加里宁格勒 原来一直是一个军事重镇 所以我觉得这些狠话 硬话的背后 甚至是一些具体行动的背后 还是考虑到自身利益 在这个乌克兰局势恶化的 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 美国和北约从一开始 做闭上关 然后呢在炒作 要跟俄罗斯的这种直接对抗 那他们为此做了哪些准备呢 接下来还是请小叶 给我们带来这方面内容的介绍 好的 俄乌冲突爆发一个多月以来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 不断火上浇游 持续推动态势升级 损招贫出 我们来看 首先 当帮手 俄媒报道 俄乌冲突发生之后 美国在乌克兰周边 每天出动约十架次预警机 进行侦查 俄军日前在顿巴斯地区 缴获了一台乌军的电脑 这台电脑直接连接 北约驻德国盖伦基尔空军基地的 E3预警机 电脑上发现的情报还显示 北约指挥官参与制定 对俄军的行动计划 甚至直接指挥乌克兰军队作战 我们再来看 送武器 3月16号 美方宣布向乌克兰提供 额外8亿美元的武器援助 当周 美国对乌克兰武器援助的总额 就达到10亿美元 美方向乌方提供的最新武器装备 包括800套防空系统 9000套便携式高精度反装甲系统 7000件机枪 榴弹发射器等小型武器 以及2000万发炮弹和子弹 最后 嗅肌肉 根据北约发布的消息 3月23号 美国总统拜登访欧当天 北约执行东翼增强警戒任务的兵力 增加到了45万 是一周前的近三倍 但美军仅占五分之一左右 此外 北约还部署了超过130架战机 和包括四艘航母在内的 140多艘战舰 此外 在美国的核战渲染之下 法军试射了一枚ASMPA空射核导弹 三艘海旋级核潜艇 也进入了北大西洋巡航 英媒还报道 英国军方在3月底 将6枚核弹头运往苏格兰 法斯莱恩海军基地 装载到前卫级战略核潜艇上 有趣的是 美国却宣布 为避免误判 取消了民兵3洲际弹道导弹试射 沙晨 好的 谢谢小叶 你看美国总统拜登提出的 这个四步亦无异 其实不止说了一次了 但是我们看到 具体在美国的行动上 在落实层面 很多都没有落到实处 反而这个围堵 遏制中俄的这种脚步 是越来越快 两位怎么看这样的情况 未来会怎么发展 美国是一个大国 但是它的很多的言论和行为 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有的时候呢 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 两面三刀 其实这对于美国的国际形象 包括在国际上的公信力 本身就是一种伤害 张明老师怎么看 从目前的局势来看呢 你看即便是俄乌局势如此紧张 美国出台的相应的 向它的物料大楼 给国会提交的报告里面 仍然是把中国当作 最主要的敌人 也就是说俄乌局势迟早会缓和 那么美国的战略重心 仍然会集中在亚太地区 它的矛头依然会直指中国 好 非常感谢两位专家 今天精彩的点评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稍后再回来 我们看到美国的言行不一的举动 继续在世界各地 制造着冲突和动荡 正像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所说 我们希望美方和中方相向而行 但是在涉及中国国家 主权和安全的问题上 中国人民解放军 始终是敢于亮见 善于亮见 好 感谢各位收看 今天的军事制高点 登陆军事制高点 用数据透视真相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